《西南大學》 沃克蘭總統澤連司機通過時憑對德國國會發表演說 批評德國以往支持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 說這個項目危害沃克蘭和歐洲安全 美國德州發生一宗兩車廂事故 雙型車載著的西南大學哥爾夫球隊 六名學生和教練都死亡 小貨車司機和13歲乘客也喪生 簡浦寨法庭判處21人本國罪 和其他相關的罪名成立 包括流亡國外的反對派領袖山南西 在江比亞幾十名平民逃離 與塞萊加爾邊境接壤的鄉村 塞萊加爾軍隊正在搜捕分離分子 江比亞的居民為了安全撤離這個地區 洪都拉斯法庭裁定前總統 埃爾蘭德斯獲准引渡美國首審 他被指控運毒和泛運武器 他聲稱無罪和表示會上訴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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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